咱们看第三条 那么 这个第三条呢 首先咱们就 涉及到了一个技巧 就是单兔 在这里讲一下哈 为什么就是没有讲到技巧 直接就跳到这个练习了呢 咱们这个技巧呢 是这样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 咱们的技巧就是在这个练习曲和这个 乐曲就是在乐曲当中来练习 那么现在咱们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单兔 那么单兔音呢 就是它是比较最常用 就是在唢纳技巧里边 最常用的一个技巧 全曲都是贯穿 都是这个单兔都贯穿于曲中 那么它呢 是起一个就是这个 音头 乐句与乐句之间 就是起一个这个 分段的一个作用 就像咱们说话 一定要有这个音头啊 平翘舌 一定要分开 这样的话呢 就是给人听才清楚啊 才有层次感 那么单兔的这个演奏方法呢 就是 咱们 我先用这个手来代替一下这个舌头啊 用这个舌尖 就是舌尖在靠下 不是纯纯的这个尖啊 就是你放在这个哨片的位置 就舌头放在烧片的这个位置 也不要太靠后 基本上在舌尖靠后一点的位置 然后用这个舌尖呢 清吐哨口 吐 发吐的动作 吐 吐 吐完哨口的时候呢 根据这个音的长短 然后呢 回来 再用这个舌尖 把这个哨口封住 这样呢 一个单吐就完成了 口诀可以是吐 吐 给它顶住 这个音就完成了 咱们自己可以 就是应用一下啊 可以吹奏一下 首先嘴唇的位置要找好啊 啊 还有手指的 手指的空哨的位 呃 就是 是乐器的这个位置 然后咱们吹一下 先吹一个长音的这个兜啊 听不出别的杂音 点住 然后咱们再吹一下 这个短奏的这个兜 也是听不到任何别的 其他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呃 单吐了 这个单吐呢 就是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到 吐的干净 利索 音头要出来 不要拖泥带水的 啊 这样就不对了啊 这样手可以容易发麻 就直接吐出来 吐上之后马上回来 嗯 这个也是大家在底下要好好练一练 呃 单吐呢 嗯 算是比较简单的这一个技巧了哈 有的人就是一说就会了 呃 那么有的可能同学就是也得稍稍练一下 才能够掌握 就是才能吹的比较有弹性啊 呃 这个单吐呢 咱们讲完之后呢 就可以就是进入这个练习曲的练习 了 嗯 首先呢 咱们要看这个谱子 谱子的钱 呃 就是上边的啊 东 等于地 同音搜 就是这个 呃 大家呢 就是在以后也要注意 就是在吹曲子之前 一定要看好 这个调是什么调的啊 然后统音是什么 然后再看好他的速度 他的情绪是什么 这个呢 在就是以后练习当中呢 你一定要注意 这也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啊 专业人士嘛 当然要养成一个 就是不管你看谱子啊 别的也看 嗯 有的时候你别吹完了这个整个一遍之后 结果的意思都不对 那就出笑话了 咱们看一下是中速的啊 统音搜 是地点的 然后呢 咱们打好节奏 想好咱们单吐钢穴 然后呢 这个手指的位置 气啊 嘴唇控哨的位置 都想好了 准备好 把乐器啊 把乐器哨片泡开 然后吹奏一下 看看合不合适 合适了之后 然后就打节奏 咱们就可以开始吹了 我呢 先为啊 大家做一下示范 然后呢 再由这个 翟阳同学来示奏一下 然后咱们再从中发现问题 然后再解决问题 好 咱们打下去 打下去 一 二 一 走 在吹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大家脑子呀 一定不能放松 就关吹完了就完了 一定要想着 气 唇 指 这几方面 这样才能慢慢的把这个基础 那给打好了 下面呢 咱们就由翟阳同学来试一下奏 那么刚才呢 把这个单吐啊 给讲了一下 那么下面呢 就让这个翟阳同学来一起跟我学这个单吐的演奏方法 那么再强调一下就是什么哈 这个哨口啊 舌尖 吐哨口 然后离开 根据长 根据音的这个长短 然后呢 这个舌头 舌尖再回来 把它堵住 形成这个单吐 吐 短的就是吐 长一点 吐 啊 全拿兜来做示范啊 这是长的 短的就是 长的 那么现在你来先做一个长的 注意舌尖 吐哨口 对 但是呢 呃 刚才你这个吐的非常好 就是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收干净 当 干净 不要当 掉下来 对 对 这很正确的 然后再来短的来一个 对 再来 再来一遍 对 那么单吐呢 就是这样演奏的 呃 现在呢 咱们就来 呃 让翟莹同学来示奏一下这个 练习三 好 首先 看好啊 这个 同音搜 中速 是三二排的啊 在演奏之前呢 就把身体调整好 啊 坐椅子的前半部分 哎 对 然后 腰不要挺直啊 挺胸 对 不要窝着 然后 乐器拿在手上 手指 放好位置 然后 放在嘴上面 乐器对 掌握好嘴的位置 那么现在就可以演奏了 给你打一个节奏啊 中速 按照节奏走 注意音头要出来啊 啊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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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还是完成的 就是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 就是在你吸气的时候 要快速的吸气 不要占实质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就是这个 到拉搜的时候 用气量大的时候呢 你就要气要大一些 保证它的音准 不要偏低下来 然后呢 就是这个音色 要再集中一些 就是纯呢 控制哨片呢 再控制的稍微多一些 但是不能过 再来一遍 注意刚才我提的这几点要求 来 准备 走 注意 注意音准 控制好 音色 那么这边呢 就好多了 从音色 还有这个音准方面 就是高音 收啊 这个收和拉 要注意它的音准 然后低音的这个拉和收呢 要注意它的这个音色的统一 那么在练习的时候呢 不只是在这一条练习曲啊 就是在其他的这几个练习曲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要注意它的 首先 就是把这个音乐器拿好 然后呢 放在嘴唇的位置 放好 然后用气 啊 吸气的方法要正确 然后再涉及到谱子 谱面上的这些东西啊 节奏 音准 音色 啊 这点要说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在练这些练习曲的时候呢 不用就是在谱子上死吹的这些乐曲啊 可以比如说这条哈 Do Re 这个 Mi So La So Mi Do La So 每个音 不 嗯 就是不用飞的吹两拍 也可以吹长时间一点 就是根据这个每个人的情况 这样呢 来练习长音 啊 刚才也说过了 就是啊 练习长音的 呃 这个基础上呢 又把这个嘴唇手指等各方面呢 全都给练了 好 那这条这个练习曲呢 咱们就 呃 练到这儿 看一下练习六 练习六也是低调啊 统音搜是快速的啊 快速的 然后这个里边呢 就涉及到了有高音了 有高音Do和Re 所以呢 这个就要注意 这个一下就要想到这个超吹 啊 超吹的方法 然后这里边呢 还有这个 咱们看第二行的第三小节 有一个直打音啊 搜上面有一个直打音 这个呢 咱们可以先不做啊 等到就是后边之后学这个直打音的之后呢 然后咱们再加上去 然后呢 其他的就是什么 哈 这个单吐 你看全都是单吐 就要清晰啊 有弹性 然后这个音色也要注意 那咱们呢 那咱们呢 就先啊 吹一下这个 Do和Re 来恢复一下这个 超吹的方法 大家想一下 纯控哨啊 压力稍微大一些 然后气要加大 手指呢 刚开始可以这个漏一点点 不漏也可以 如果能吹出来的话啊 可以先吹一下这个 高音Do Right 咱们可以先吹一个低音 中音的 然后呢 再对照 再吹它的这个高音的 来掌握它的音准 在就是掌握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 就是先进入这个曲子了 我呢 先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然后呢 由翟英同学来 试奏一下 打好节奏 快速的 一 二 一 走 那在这里边 这个乐曲是比较欢快的哈 所以呢 那大家在吹奏的时候呢 这个速度一定要掌握好 然后就是这个高音呢 一定要控制好 那下面呢 啊 就由翟英同学来试奏一下 从中咱们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刚才呢 我给大家已经做了这个 呃 示范哈 然后现在呢 也让咱们这个 翟英同学来试奏一下 首先呢 呃 要注意高音 啊 超吹的高音都 和 right 高音都right呢 要注意音准 然后呢 整个曲子哈 是快速的曲子 节奏首先要掌握好 然后这个单吐音呢 一定要灵活清晰啊 然后就是这个 咱们看谱子上的这个 直打音 可以先不用演奏 好吧 来 你先试一下 走 送给你的节奏啊 一二一走 哦 好 一下子哈 可以 起来 我 他是 你 我 对 或者 有 那还是不错的啊 节奏比较稳 那么音准呢 也是比较准的 就是注意什么 音色要再 可以再集中一些 就更好听了 为了巩固一下啊 咱们在这个 速度稍微提一点啊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音色 给掌握好 然后注意 吸气也是啊 吸气 叫这个运用自主啊 一二一走 那么 那么 速度提了一点之后呢 就是这个单吐呢 就有一点压力了 就是这个 这个拉拉呢 就容易这个吐不清 这也就是 就需要在底下 好好练习 这都是容易 出现问题的地方哈 然后还有一点 刚才就是漏说的 就是这个 前面这个 可以稍微弱一点吹 这样有一个对比 再强起来 那么虽然这是一个 就是小名歌啊 小练习曲 但是呢 也要把它演奏的 就是要像乐曲一样 把那个音乐的感觉 给奏出来 好 那么下面咱们最后来一遍啊 按照这个 这个强弱的处理 然后 单吐 注意 反应快一点啊 来 1 2 1 走 嗯 好 非常好 那么练习曲 学完了之后呢 咱们呢 就进入这个 乐曲的这个 学习了 当然了 在这个学习 乐曲之前呢 要跟大家说 就是什么呢 在前面的这些练习呢 大家不能偷懒 还要兜练 因为咱们这个 时间的关系呢 我不能就是 从头到尾 给大家全都过一遍 好多东西都是 希望大家在底下练 然后呢 练到不错的时候呢 然后再开始学 这个乐曲 啊 再开始学技巧 就是基本功呢 啊 一定要 打好了 有一个 就是比较结实的 这个基地啊 地基 才能盖房子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咱们 打开书 三十页 三十页 上天台 这首乐曲呢 是东北民间乐曲 由胡海泉老师改编 啊 是地调 同音搜 先看好这个 那么这首乐曲呢 当中呢 涉及到了 呃 比较多的 这个技巧 啊 你看里边 有花舌 啊 指颤音 颠指 电指 啊 还有这个 纸抹音 啊 还有纸亚音 和这个 音 那么这些技巧呢 呃 咱们都是在这个乐曲当中来学习 啊 这样呢 呃 为什么把这个技巧放在这呢 这样学习呢 也不枯燥 呃 如果要是直接全都讲一个技巧的话 可能大家学着也会比较枯燥哈 那么首先啊 咱们要讲的就是这个花舌 花舌呢 是比较有特点的这个技巧哈 呃 他呢 就是呃 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欢快 热烈 这些乐曲当中 那么花舌呢 他的演奏方法呢 就是用舌尖啊 放在山下膛下 然后吹气 吹吹吹吹 使舌尖啊 产生这个 呃 一系列的这个 呃 连续的这个颤动 吹吹吹吹 吹吹吹 而形成这个 一连串的这个连贯的这个碎音 那么这个呢 就叫做花舌 这个花舌呢 学起来是 嗯 比较难的 在技巧里边 呃 有的同学可能学半年 才能学会 但是有的同学找到窍门之后呢 可能没学几天 也就会了 但是这个花舌 最重要的呢 就是把它要吹的水灵一点哈 呃 平均啊 水灵一点 呃 这个花舌呢 呃 就是 如果要是跟这个 止滑音呢 还有亚滑呀 放在一起呢 那么它的效果会更好的 比如说在咱们这个乐曲里边 用花舌的地 啊 嗯 咱们看 一二三四五 第六小节 中速 那这块 咱们可以加一下花舌 听一下它的这个 演奏的这个风格 中速啊 那么在这里呢 看我在咱上面也加了花舌了哈 呃 这个ray上面 嗯 也应该有花舌的 然后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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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 me ray 这个sou上面有一个花舌 那么加了花舌之后呢 这个乐曲就俏皮多了 但是如果不用花舌的话呢 那它又是一种这个 感觉就是比较死板了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看 这样就比较死板了 所以说这 这些 从这些细小的地方呢 就可以看出哈 这个 索纳这些乐器 那么它呢 也有 它是有它的特色 也是别的乐器呢 代替不了的 嗯 比如说你说这个花舌 嗯 什么乐器能代替了呢 都代替不了 那么刚刚呢 讲了这个 嗯 花舌的这个演奏方法哈 下面呢 也让这个翟英同学来跟我学一下这个花舌的演奏方法 首先呢 咱们还是就是先把口诀来复习一下 那么这的口诀就是 舌尖 放在这个砂糖上 然后用这个气 来吹这个舌尖 使这个舌尖产生震动 啊 使舌尖产生颤动 这个舌头就颤动起来 就是这样 你试一下哈 对 在刚开始呢 就会容易 这样突 就是这个花舌出不来 那么就是在一队练习之后呢 这个舌头啊 自然就会放松 这个花舌就能吹奏出来了 然后你再多 就是多吹几遍 对 联系 气 气给弓住了 对 对 对 那现在呢 这个花舌就基本上是掌握了 但是它还有一个难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乐器上的应用 那么在乐器上应用呢 它这个不像单吐哈 单吐直接就可以吹出来了 在花舌 就是在唆呐应用上呢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练习的 那么来 你可以试一下 就刚才的口诀 然后吹这个乐器 用这个 用这个兜吧 用兜音来 对 吹这个花舌 对 坚持时间长一点 尾巴收得干净一些 对 给收住了 这样就比较干净利索 然后就是什么 这个花舌呢 要平均 这肯定是平均的 一颤抖起来 然后是 就是一定要舌头放松 这个花舌不能 能僵 放松一些 对 那在 学会这个 这个花舌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学 这个曲子里边的 这个花舌了 刚才呢 我给大家做的示范 是这个 第六 第六小节的 这个中速这块 那下面 我再给大家 来吹一下 那么下面来 你来吹走一下 在C上面呢 也加一下 花舌 试一下 对 大概的这个 花舌的意思呢 就是对的了 那么咱们曲子中呢 还有别的地方 也有花舌哈 比如说这个 在夜曲的下一顿 是吧 有这个 都有好多地方 都存在这个花舌 所以在底下练的时候呢 大家就要注意 把这个花舌 在每个音上 每个音都能吹奏的自如 在底下练的时候呢 当然了 不能就是直接来吹曲子哈 底下就是每一个音的音孔 就是在低音曲啊 都可以 每个音都可以来练啊 都可以练 包括 都可以练 这样呢 就是来 时间长了之后呢 这个花舌呢 就可以运用的自如了 那么花舌这个技巧呢 就学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呃 讲一下这个 指颤音 那么这个指颤音呢 也是所纳 呃 这个乐曲里边 比较常用的 一个技巧 它的这个演奏方法呢 就是 在要演奏的这个 主音和上音孔啊 手指要做连续的台币动作 啊 台币 币呢 就是关闭的币 台币动作 均匀 要均匀 这样呢 而产生的 就是一连串的 这个颤动啊 所发出的 这个音响效果呢 这个就叫指颤音 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个慢的 这个指颤音 在练 就是比较熟练的 情况下呢 就是 呃 这样演奏了 在练这个指颤音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 手指啊 一定要放松 然后呢 颤的这个 一定要均匀 不能 十块 十慢的哈 一定要均匀 一般这个颤指呢 呃 都会跟这个 花舌 一块用 这样就会使这个 乐曲呢 呃 更加 热烈 火热 声声力中的 呃 啊 这个音呢 加上花舌之后呢 就要比 呃 要比这个风满的多 啊 那顺便 詹营营同学来 跟我学这个指颤音 啊 放松 咱们就用这个兜音 主音队来兜来练 先慢一点 啊 慢一点唱 慢一点颤 对 那么这样的练习呢 就是呃 逐渐的呢 就会把这个指颤音给掌握 当然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呃 大家不要太快 还是先先慢一些练 这样呢 才能保证 就是在快快速的 就是演奏这个指颤音的时候 能保证它的质量 那么咱们看这个曲子里边哈 哪有指颤音 呃 指颤就是在第三行的第三小节 那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啊 啊 啊 这个搜 咪咪咪咪咪 就是加上花舌一块用的 这样要比这个呃 单独的这个花舌要好 那么下面啊 你跟我学一下 前面那个花舌咱们刚刚学过了哈 来 对 在刚开始很容易出现就是这个呃 不平均 那么在这个练习啊 练习的时间之内呢 就会把这个手指指颤音给练好的 呃 那么除了这儿呢 咱们还有啊 刚才咱们吹过的这个地儿哈 这也是一个颤音 后边接着也是 往后吹哟 所以这个指颤音呢 也是呃 比较重要的 它在乐曲当中呢 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呃 那咱们接下来呢 还是把这个指颤音再巩固一下啊 来 就是从这儿 倒数 三十一倒数第三行的第二小节 对 咱们在练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速度放慢练